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想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在近半年来用的一些产品 我所以感受也会比较深一点 那如果大家还感兴趣的话那就往下继续看吧 首先呢我想介绍的是我最爱的一个基底精华液 其实也不算是基底吧 就是兰蔻的这一个小黑瓶 这是我第一次用黑瓶 因为我现在的年纪24岁 可能是一个初期抗老的阶段 所以呢我之前都没怎么用过这种抗氧化抗老的精华液 然后现在呢24岁了快到25岁 我觉得可以开始用起来了 所以一开始我就看到小红书上推荐这一个兰蔻的小黑瓶作为初期抗老的一个精华 这一开始呢我是把它当作就是一般的精华来用也就是擦完水和乳之后上到脸上 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非常能帮助护肤品吸收的一个精华液 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把它用作一个基底的精华来用 那我用完这个空瓶之后呢 马上又入了一个更大号的这一个精华液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一个精华 那我用我这一瓶刚入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是这一种非常水润有流动性的感觉在手上 然后你把它涂开之后非常快就能吸收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呢我用它用了快三个月 整个鼻翼这边的毛孔都有消失 真的是消失啊不是缩小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鼻翼旁边凸起的那种小小的 好像不是闭口一样的东西吧 我觉得用完这个精华液它对我皮肤的改善是非常大 另外我皮肤之前其实是有一点红血丝比较严重的状况 用完它之后不能说是完全的没有红血丝 但是我觉得红血丝明显的变得浅了很多 而且整个皮肤的状况也会比之前会好一些 在下一个呢我介绍的就是我一个水乳套装 这是我去年11月份入的就是月威的资深堂月威系列 这个系列其实已经很火了 大家都说它是干皮救星所以当时我就去庄柜入了这一套 它是月威的那个高端线叫月威薄斐 如果我错了的话呢大家就纠正一下我 我这一个入的是滋润款因为当时正好马上冬天嘛 我也想着我是干皮所以我就入的是一个滋润的水乳 我查了一下官网它上面讲的是说 这个月威薄斐紧致量肤水就是这一个水 它的主要成分有一个VP8星能抑制老化蛋白质改善皱纹细纹弹力不足 毛孔粗大黑斑暗沉脑黄等多种肌肤问题 当时贵姐我记得也有跟我说 这个其实是有初期抗老的效果 而且在美白和保湿上面也是比较主打的一个功能 觉得它在保湿方面做的还不错 我整个冬天都没有一个起皮的状况 然后上粉底液也会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皮肤好像跟它某一个成分可能不太合 我用它之后呢其实一开始有起一个很严重的痘痘在这里 而且是越用那个痘痘越严重 后来我改改换了这一个黛科系列的这一个水乳之后呢 我起痘痘的状况变好了很多 所以我在怀疑会不会是这个月威系列里面某种成分 导致我的皮肤有些不适应然后长痘 所以怎么说呢虽然它是一个明星产品 用起来使用感也非常好我想说 但是呢我可能不会回购 在下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雪花秀的这一个洗面奶 它就是雪花秀最基础那个系列 是叫Gentle Cleansing Foam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干皮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冬天比较干可能到夏天会有一点偏中性皮肤的话呢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因为我用完这一款之后基本上黑头的状况是没有了真的洗得非常干净 我不需要自己再做第二次清洁或者用磨砂之类的二次清洁 毕竟清洁太多对于我们这种干皮皮肤来讲其实是会损坏这种肌肤屏障 然后我觉得这一款洗面奶真的洗得非常干净 而且洗完之后皮肤不会紧绷 另外它这整个容量也非常大 我记得当时我是250港币入的 这个有200毫升 我用了差不多快三个月才把它用完 然后整个使用感也是非常容易起泡 一般我挤在手上 然后在手上揉搓就可以起那种非常细密的泡沫 然后你再往脸上涂 所以我用完这个空瓶之后呢 我又去入了雪花秀另外一个 是有那种美白功能系列的那种洗面奶 那个洗面奶呢也非常好用 等我之后再跟大家介绍 总之就非常强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洗面奶 再下一个呢就说一下面霜 其实我面霜用的比较少 我平时的护肤步骤大部分就是精华水乳 最多可能中间敷一个面膜 因为我不太希望就太多东西在脸上会焖痘之类的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冬天 我觉得只有水乳保湿的功能可能不够强 所以我就还是买了小红书上 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大家推荐的 比较适合干皮的这一个 Intensive Moisturizing Cream 它就是花王它自己生产了一个非常平价的面霜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基础保湿的面霜是非常好的 它不会觉得让人感觉非常油 然后保湿的时间也是基本上24小时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怎么用 到夏天我觉得用面霜实在是太厚重了 我自己有点受不了 在下一个呢就给大家强力推荐一个眼霜 这是我已经回购了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的一个眼霜 就是费罗加菲罗卡 他们家的这一个360度雕塑眼霜 它主打的功效就是消除黑眼圈 提拉紧致 缓解眼带的一些功能 我之后就是我第一次用它觉得非常好 但是一般我这种人就是用完一次之后就会想尝试其他的眼霜 那我又入了像自身堂家的这一个一样也很火的 也是月威系列的同款这一个眼霜 但是我用完这个之后呢还没有用完 我还是去回购了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这一款对于我来讲有一点油 虽然我是干皮 但我觉得这有点油 而且有点涂不开 而且对于减缓皱纹啊去黑眼圈的效果 我看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改善的效果 但是这一款说实话 一开始我用可能一两次我没有觉得是这个的功劳 但是后来我用多了会发现 尤其是在我换完眼霜之后 我发现这个眼霜真的是可以帮我去掉黑眼圈 然后包括我之前这边的一些小细纹 它都能够把它抚平 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它家的这一个头 设计的非常科学 就是你把它旋转出来 然后就可以挤压一点 基本上两泵就足够你一次的使用了 我觉得这种设计就非常方便 卫生就不像亚式兰代家的那个小棕皮 你还需要用手进去掏 每次我都觉得就会把那个成分污染了 而且另外包括月威系列这样一种挤的这种头 也会经常控制不好 可能挤多挤少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真的 其他的那些品牌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的干净卫生 好用 最后还剩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是这种乳白色的质地 非常轻薄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这种无名纸上 这样揉搓之后 然后点在眼下 所以我觉得我之后会一直回购这一个产品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一下身体护理方面的一些产品吧 第一个就是一直非常大火的 Fino这一个发膜 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吧 其实很多博主都有推荐过这个发膜 我也是因为看到大家推荐 然后去入了这一款 后来发现这一款真的非常好用 这也是我囤的第二瓶了 现在也完全空瓶 它虽然说是一个发膜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发膜那么厚重 就是你每一次把它涂在发尾之后 可能五分钟之后洗掉 并没有那种发膜很重的感觉 另外它的那个香味非常好闻 而且你用完它之后呢 你那个头发上面的味道也会跟这个香味是一样的 而且能持续很久 总之就是实用感非常的好 其次呢 我平时有时候也会把它当做护发素用 当护发素用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每一天用它做护发素 可能它的效果反而没有做每个星期做一次发膜那么好 所以一开始我把它当做护发素用 后面我还是把它转为一个一个星期一次的发膜 使用感会更好 如果你是那种发质严重受损的人呢 我觉得可能它会营养没有那么够 但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少做头发 我觉得这一个发膜已经足够我保持一个头发的健康吧 再下一个呢 也是一个头发的护理产品 就是潘婷家的这一个三分钟护发精华素水润滋养款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Aveda家的那个护发素 就是和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Aveda家的洗发水一套的那个配套的护发素 后来呢 我有一次用完之后 然后因为没有时间去买那个Aveda 所以就去买了潘婷的这一款 后来我发现反而它比Aveda那个配套的护发素更加好用一些 因为它的味道我非常喜欢 其次呢 我发现其实主要头发最最主要的 我觉得其实是那个洗发水啊 不是护发素 护发素我查了一下 它主要就是为了中和洗发水里面 它那个碱性的物质 它那种碱性物质会让你的头发非常的干燥 可能对于毛鳞片是有一些伤害 所以护发素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中和那个碱性物质 如果大家比我了解的话呢 现在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这种平时超市卖的护发素 也就足够你去做一个头发第二步的一个清洗步骤了 那我买的这一个潘亭 潘亭的这三分钟的护发素呢 我觉得食用感非常好 它的味道也是香味非常浓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种香味吧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 它不是那种水果的香味 反而偏花香一点 然后非常的清新自然 没有奶味的那种感觉 而且洗完之后呢 感觉头发上面的香味也是非常好闻 另外因为它是说三分钟护发精华素 所以它推荐就是大家在洗完头之后呢 把它涂在发尾 待三分钟效果非常好 我个人呢也就是这么做的 洗完头之后把它涂在发尾 然后扎起来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过三分钟之后洗掉 你会感觉发尾非常的顺滑 而且基本上一两天吧 它都会保持一个头发的光泽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真的是一个非常平价又好用的护发素 最后呢就给大家介绍几款身体乳 我是每一天一定会涂身体乳的人 我觉得每一天涂身体乳 真的会给你皮肤带来很大的改变 当然这个是要坚持的 从美白和滋润效果来讲 每天涂身体乳 不管你是涂哪一种 都会对你皮肤有很大的改善作用 那我推荐的第一款呢 就是欧树丹家的甜扁桃润肤乳 它这一款呢就可能是比较 比较高端的那一种护肤系列 至少在欧树丹家是 它这一瓶有 好像要四五百港币吧 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冬天用的护肤乳 它的味道是非常甜的那一种 就有点像杏仁牛奶味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甜甜 有点腻的感觉的这种味道的护肤乳的话呢 大家可以考虑这一款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冬天用 因为它的质地 现在因为我完全用完了 没办法给大家展示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浓稠 就是相当滋润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冬天来用会比较适合一些 下一个呢也是欧树丹家的这一个乳木果油系列 它里面就添加了15%的乳木果 乳木果是一个对于滋润皮肤非常有用的一个成分 欧树丹家也是有各种不同 百分比含量乳木果的这一种护肤乳 然后我选的就是一个比较中间的吧 它有更滋润一点的 类似于霜可能有30%乳木果 油在里面的那个护肤产品 但是我有点怕太油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中间的 那我自己的使用感呢 觉得它对于改善我的角质层毒色 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鸡皮 我觉得涂完它之后 我整个的这样一个状况会有一些改善 但是如果不涂之后呢 它又会回来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果 但是它对于一个滋润效果来讲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它的使用感也比较清爽 比较适合夏天使用 冬天使用的话呢 对于我来讲可能有一点不够 另外我我在想它能换一个更好的泵头 就是我最后用到还剩这么多的时候 就完全挤不出来了 所以我只能把它打开来倒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总之我是觉得除了它这一点之外呢 其他我都非常喜欢 它的味道也没有很浓 就不像这一款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它就适合那种可能不太喜欢身体乳有香味的女生吧 它的香味就是清清淡淡的很容易就散开了 不会有太大的存在感 那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推荐资生糖这个尿素身体乳 大家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一定会觉得很很奇怪 为什么它会叫尿素身体乳 因为好像说这个里面尿素这个成分呢 是有改善角质层的一个功能 它这里面有维生素E和尿素这两个成分添加 会长期使用能够美白保湿 再加上改善肌皮皮肤 我就是看到它这一点 所以就在沙沙入了这一款 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呢会比之前的这两款都要更加轻薄 所以就算你不是为了改善肌皮 它也比较适合夏天使用 然后味道呢也是完全没有 大家不要担心它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那它在身上就像它说的非常的轻盈 然后保湿效果也非常好 另外呢它对于另外这两款价格来讲 也是相对平价的 这个好像我记得是六十七十块钱吧 一共有245毫升 然后这两款呢可能都是在200 300以上的价位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党 想找一个比较平价的身体乳 然后使用效果好呀 也有美白效果的话呢 这一款我非常推荐 我可能就会回购这一款和这一款吧 毕竟现在马上夏天了 这一款我就等冬天再回购 主要身体乳的推荐呢就是这三个 那今天的空瓶呢就是比较小型的一个空瓶 是我今年这三四个月以来用完的一些产品和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就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和分享 大家想看这一些产品的具体的信息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查看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